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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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個星期太忙了 沒時間做拋骨 只可以債求 我做的工作 和一般耕種有少許不同 因為我做的層次又未到大落 做荒原這麼高 但又不是實在去種菜來賣 我主要是經營種子 我經營種子就包括銷售種子 生產種子 還有我們有少許不自量力去研發 去開發培育自己的種子 所以我這個工作 尤其是培育 做育種方面大約是15年前 16年前開始的 變成要增加一些技術的員工 我最初用的就是 國內有時候出來很多退休的大學教授 但因為發現 他們被蘇聯那些遺傳學的遺讀 害得太深了 你不能搞他們 沒有改變他們的思想 我由2002年開始招本地的大學生 到今天 我剛才數過手指 用了15個 現在還有9個在這裡做 流失率也是很高的 尤其是開始的時候很困難 你請一個就一個 請一個就一個 請一個就一個 那其中那15個呢 走了七個 有兩個就是做了一年都不夠 他根本沒有興趣 自己就要走 有一個做了很好成功 但他要移民很多的辦法 那 有一個就是要自己出去創業 他就走了 有一個就是要出去讀書 他就走了 他出去讀書 你要鼓勵他 就是他自己有興趣的 應該鼓勵他 那 有一個他終於對植物 沒有興趣就轉了做medical 都沒辦法說 那我可以回顧 請這些本地的大學生 會碰到什麼問題 因為他們的background 主要就是生物的 有些就是biotech 有些就是vernal science 這個就是 現在香港大學主流 要是biotech 要是ecology 那些 那 基本上是 可以說農業的知識 是靈彈的 那 只是希望他有興趣 和很重要就是 公司 有人帶著他們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很關鍵的 你沒有人帶著他做 就這樣扔掉他 他就像烏鷹一樣亂飛 他會很快就被他生氣 那 如果你公司有一個已經成熟了 那我可以帶著他們去做 分配工作 還有我們一定要 我是不會省錢的 外面有什麼課程 我就傳他們去讀的 那 外面課程是很多 那 就是 最好就是讀的master degree 那些是最 最適合的 因為你香港的大學沒有農業課程 你只是一個普通的生物課程 那你如果出去讀兩年 拿個碩士回來 有個專業知識 這個是最有用的 這個是很成功的例子 那 那 當年我派有一個同事出去 不是 我先決定 還有一些短期的課程 那 因為總指行業 我們需要很多人 我們需要病重害的 又需要人 就是 總指發芽 怎樣去做 總指發芽 又要專業的知識 那我很多這些課程 那我就 經常去找 派他們去 那讀這些沒有學位的課程 那香港政府 就很闊老 實在 這個 職業培訓局 BTC 就 如果你派員工出去 讀沒有學位的課程 它是會給一半錢的 那我當我第一次申請的時候 我又碰到很多問題 香港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說你要春牛 你騙我 那你就捏著你的頸 慢慢向他解釋 那他給好 他終於說你不行 他不會說你怎樣去做 但是你就死冤了 終於 終於都成功 那一年我派過 派學生去台灣 亞洲疏職研究中心的培訓 OK 成功了 那我跟著又派過學生去 美國加州農業大學 UC Davis 讀了一個肉種的課程 因為那個是non degree 那他又付錢 那他給了幾次 他就很妙的 他最初就不理你 就是開門狗 就是公務員就開門狗 總之你不要煩他 不要給他工作 但是你真的有做事 他實際上有很多錢 洗不完 他就會生氣你 喂 還有什麼課程 你幫他洗了錢 我們預算還沒用完 但是很可惜 BTC的態度是很正確的 但是如果 他讀過MASTER 他讀過MASTER 他就賺不錢 因為他是non degree 因為Degree 就是原來漁農署 蘇菜孔明處那裡有幾億的 還沒洗的 沒辦法洗的 那漁農署呢 就是你按他 我這幾天 我沒有時間 沒有上他的Web site 去update他 照我記得的話 如果你是在職農業的 你去讀書 他是幫助你的 如果你是全職的農民 你的子女讀書 讀狗屎垃圾 和農業沒有關係 他都會給你錢 去讀的 你看他的Web site 就算不是做農 就是農業 總是做農業 總是做農業 都可以的 我初時以為 我不用擔心 我給他做 也不用擔心 子女讀書 子女大學 政府會幫我 實在是騙你 你試試 沒有人申請到的 怎樣申請到 我不知道 那時候 他就說 讀MASTER 也肯給的 我有個同事 我發了一個Connel 讀 reading 很正常 這些沒有騙人 是很正道的農業 過程 那Connel 又不是野雞大學 來的 野雞大學 只是騙政府錢 那Connel 絕對不會 李登輝也不順 死冤他 不行 終於派到 因為課程 五萬元 沒夠一年 他給了五萬港幣 那也好 但一個奇怪 第二年一看 他讀MASTER 不知座 變成我那個 是最後那個 那 融柱那些 你怎樣申請錢 我沒有答案 這些等你們自己去研究 那 變成 事實上 即使我們做種子 這麼簡單 我需要很多人才 除了用種子外 種子生產 要種子生產人員 種子的質量管制 那個發芽 我要做 要做發芽的人 那 甚至 我做肉種 我需要 研究病 病理的人 植物病理 病理很複雜 你除了細菌病 有真菌病 有病毒的病 那這些 在香港 你完全是沒有人支援 你 只有你自己的甜度 找到什麼病 你自己去培養那個病 再 再 去感染植物 來保持病原 那你又要配合 那個 分子科學那邊 來幫你鑑證 因為你病 尤其是 病毒的病 你看鮮痕 在表面 全部騙你 一定認錯 你最後不是做 你一定要做PCR 那 變成 我又要請 我現在不是招聘妹 不過我才說 我需要什麼人 那 最容易請的就是 我 就是 因為香港培訓得太多了 那 但是你要找人 落田的是最難的 那 最難請的是什麼人 是管理農場那個 那個人 就是 學得 黃先生說 要周身東 樣樣都要認識 最重要 他還要認識 管工人 你除了安排工作 你還要認識管工人 這是很難的 一般耕種的知識 你也要認識 品種的常識 你也要認識 病重害 病 病 你也要認識 就算看天 你也要認識 不是你很難 這個 Farm manager 是最難品的人 這個是稀有品種 就是 土氣有 那 問題就是 我覺得 在我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是比較幸運的 那 我可以 用到 燒到這麼多本地的大學生 可以培訓到他做 跟他讀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 而是成功的 但問題就是 你要 你要用一些本地的大學生 就是 除了你給機會培訓他 你 要開始的時候 就是 你一定要大 慢慢引導他 幫他 那 工資那裡 這個是自然的 就是 如果你 請我幫他 他都要住公屋 那你就很失敗 但是 在高天這個 是很困難的 我承認這方面 都是很失敗 好 我說的 就是